我坐進來一點,希望這樣大家聽得清楚 然後今天我來想跟大家談一下我今天選定的題目 是我最近在做的一個小題目 然後會關於是說如何把一個top-down的algorithm 變成一個button-up的演算法 可是為什麼我們談這個事情呢? 為什麼其實是因為這樣就是說 我們今天這邊是一個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session 那麼所以functional programming對我來講它的好處 它的特色是什麼? 其實是因為說它可以拿來做演算、做計算、做證明 我們都知道今天大家有談到說 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特徵是什麼呢? 它沒有side effect,你不能夠對變數做assignment 那麼把這些功能拿掉是為了什麼? 為什麼我們要弄一個很弱的語言? 好像少了很多功能 其實是因為說少了這些功能之後呢 我們對這個語言的性質更能夠掌握 比如說如此一來啊 一個程式其實就是一個數學式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像操作數學式子一樣的 對它做演算、對它做證明 那這個對我來講是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好處跟特色 所以今天我們就理想上是會希望說可以做到可以看一些證明 但我不確定說今天真的能夠來講到那麼多 之前我自己在我們所上講這個說 這個通常都是講一個半小時幾跳的 那我不知道今天能夠說到多少 然後我今天講到的東西的內容 其實大概都是從這一篇paper 是Richard Burt在08年的一個 ZP Tabulation of Recursive Functions這一篇來的 所以說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詳情的話 可以找一找這一篇 這個reference之後我待會也可以再給你 好那麼我們要談說一個top-down的algorithm 如何變成一個button-up的algorithm呢? 可是我們首先要講一下說我這邊講的top-down是什麼意思 以及我們為什麼得要這麼做 那我談的top-down algorithm 主要大概意思就會是說 大概是in general的說起來 是把一個那種 把一個大問題拆成小問題 分別解決 然後直到說它夠小為止的那一種algorithm 比如說像是說常見的merge sort 通常merge sort 我們大家是怎麼樣想像它的 可能是你有一個list 有一個list在這邊 然後我想要做merge sort 如果把它從中間切一半之後 分別丟下去 兩邊分別下去sort 然後這個6258怎麼sort呢? 再切掉一半 再切成62跟58 直到說夠小為止 直到只剩下一個element為止之後 就不用sort了 那接下來呢 你可以再把它從下道上再並回來 6跟2怎麼sort呢? 6跟2sort成26 然後58sort還是sort成58 2658可以再把它合併起來變成2568 字寫得很醜 然後94合併成4和9 73合併成3和7 然後4937合併成3479 最後呢 合併成一個sort號的list 然後這個是我們一般大家想像中的merge sort 如果說我們想要把它寫成比較精確一點的式子的話 我們可能會怎麼寫? 我們可能寫成說好 merge sort是定義成像這個樣子的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怪怪的東西 我把它擦掉 這裡呢 一個merge sort可能是定義成這樣 是說我要定義msort 然後啊 它是有一個函數叫decompose 它把大問題分成小問題 然後那個 這邊這個decompose是什麼樣的一個函數呢? 它是拿一個list of a 我在這邊暫時把list寫成l 然後所以拿一個list of a 然後分割成兩個list of a 然後這la乘la是一個pair的意思 然後怎麼分割呢? 就從中間把它切一半 把它切一半之後 兩邊分別下去做merge sort 之後呢 再做單一的一個merge 回來 然後這個是merge sort 在比較複雜的case做的動作 簡單的case我還沒有寫 OK 這是merge sort 不過其實 merge sort也有一個就直接從下到上合併的做法 那怎麼做呢? 其實啊 我們可以就想說 來來來來來 不用做那個分割了 就直接看 62589473 這是我的input list 我就把它相鄰的兩兩合併 兩兩合併 然後62合併在一起 58合併在一起是一個pair 94合併在一起 73合併在一起是一個pair 然後本來一個長度是8的list 變成一個長度是4的list 然後呢 每個pair呢 單獨去做merge 之後現在變成一個長度是4的list 然後呢 之後再兩個合併 直到說只剩下一個為止 那這個程式會寫成什麼樣子呢? 可能會寫成說 有一個函數叫做CD 哦 對不起 剛才這個DC是 為什麼叫DC啊? 可能把它想成說是decompose的意思 DC decompose的縮寫 然後呢 CD其實是DC反過來 然後呢 那個decompose 上面的decompose 是一個list of a到pair 是一個list到pair of list的函數 那我這邊的這個DC啊 變成是一個list到list of pair的函數 因為它把相鄰的元素合併在一起 那所以呢 現在變成是一個 所以把相鄰的合併在一起之後呢 然後我每一個都單獨去做merge 綠色的這個merge 就是綠色這一條線 這個是merge 這個是綠色的merge 然後 在這裡齁 這個l就是list的map 那我今天這個talk裡面 我都把那個 都把type的functor 同時也拿來當作 那一個type上面的map 比如說 像那個 如果說我現在有一個 a to b的函數 是f 那麼 那我寫lff呢 就是一個list of a到list of b的函數 它其實就會是那個 大家hasco裡面寫的mapf啦 不過我在這邊這樣寫比較短 比較快一些 而且待會兒 我們可以更journalize到其他的type上面去 那所以呢 那麼 那麼 一個button-up的merge做的做法 就會是說 先用這個cd 把那個 一個list變成 一個list of a 變成一個list of pair 變成一個list of pair 變成一個list of pair of a 變成一個list of pair of a 然後呢 再 map 做一個map merge 然後這樣子是一步 bottom-up的一步 然後我做很多很多個這個一步 直到說剩下一個element 剩下一個element為止 這是bottom-up baric rhythm 那 以merge sort來講啊 這個 我有什麼理由 prefer這個bottom-up的做法嗎 其實好像沒有 好像不見得有 不過齁 有些情況之下這個比較好用 就會是說來 再考慮一個問題是 如果說我現在有某一個最佳化問題 然後啊 這個最佳化問題 它是 我會需要算某個函數 對所有連續的segment的值 然後從中間挑最好的 那可能是這樣做 比如說input是abcde的時候 然後啊 abcde可以分成兩個子問題 abcd跟bcde分別是去掉最後一個 跟去掉第一個 然後啊 那個abcde這個問題 就可以分割成兩個子問題 分別是 去掉最後一個變abc 去掉第一個變成bcd 然後最後啊 那個ab 還沒有最後 abc可以分成ab跟bc 最後其實這邊還有ab跟b 這邊還有b跟c 但我沒有把它寫出來 然後呢 那這是一個top-down algorithm 然後那個 它的bcdecompose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init跟tel 是haskell的那個init 這個init跟tel 都是haskell函數 一個是抓 除了最後一個之外的 這個是抓除了第一個之外的 然後所以一個大問題分成兩個小問題 然後你會看到說 其實如果這樣子看的話 這個algorithm同樣再套回來 其他地方都一樣 那這個algorithm可以work 不過好像有些不太高興的地方 哪裡 會看到有很多小問題會重複算 像這個bcd重新算了 重複算了 然後這個 然後同時這個bc在這邊又重複算了 會不會算兩次 然後通常碰到這種會重複算的問題 我們都怎麼做 我們會怎麼做啊 演算法教科書跟你說 這時候你就用dynamic programming 然後通常就一句話帶過去 然後程式就直接丟出來給你了 然後對你很自然 很顯然這個程式對嘛 可是其實他沒有告訴你 為什麼這個程式為什麼會對 我們待會兒會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 那麼這個問題有個bottom up的做法 其實也就是說 來來來來我現在從 我從abcd開始 然後也是兩兩合併它 跟前面那個看起來有點像 不過這時候 這時候我用的那個cd啊 其實跟剛才那個有點像 那基本上也就是說 也是一個 r of a到pair of r of a的函數 然後那個每次做一個cd得到一個list of pair 然後啊 那這邊各自去做你該做的那一個 在那一個level該做的運算 然後就變成一個 現在變成 現在這個會是長度是5的list 變成一個長度是4的list 長度是4的list變成一個長度是3的list 一直做直到剩下一為止 那每一步的計算 原來是說從一個cd開始 然後做一個map 那這兩個algorithm算出來的東西 很顯然 加上以後很顯然是一樣的 其實沒有那麼顯然 然後那個 然後但是呢 他們 但是這個 會不用重複計算那個 跌到的部分 那這是一個bottom up的algorithm 那麼我們怎麼argue說 這兩個algorithm是一樣的呢 這我們會需要想辦法去談談 然後呢 還有一個常見的狀況 就是說有一類的最佳化問題 那個叫做 通常最後可能是大分類的話 可能把它分類成一種叫做 optimal bracketing問題 是那個最佳括號問題 它大概是說 那同樣abcd是input進來 然後我想要找到如何去把它括號 會是最好的 比如說這可能是矩陣乘法 五個矩陣乘在一起 然後那你其實可以選擇說 來 我就把a跟bcd乘在一起 然後再乘上一個a 或者說我把ab乘在一起 cd乘在一起之後呢 兩個再乘在一起 那好吧 也許那個 那我會需要不同的分割法 會有不同的效率 那我就要從這各種之中找到最好的 那cd怎麼乘呢 又是有分 你可以第一乘在一起之後 跟c乘起來 也可以說cd先乘在一起之後跟e乘起來 有這麼多種 那麼 所以其實每一個大問題分割出來的子問題 就會是說切一半 看你從哪邊切 所以這時候你的大問題分小問題 那個decompose那個函數 是一個什麼啊 是一個list of a 到一個list 因為有很多個 of pair of list of a 的函數 會是一個list of a 到一個list of pair of list of a 的函數 那它怎麼做 大概上是分成這樣 就是說每個axis都把它拆成y's跟z's 只要說y's跟z's合併起來 append起來會是axis 同時它有說y's跟z's不是空的啦 但總之大概這樣表示一下 這個是我的decompose 那這一看也是有很多很多重複算啦 那這個問題我怎麼把它 用bottom up的方式來算它 這樣可以避免重複算那些重複的問題呢 通常也就是說 這時候就用dynamic programming 怎麼dynamic programming啊 大家五秒鐘想一下 好你會需要建立一個 一種方法是做一個 好像是一樣的table 但是比如說我現在 我要算abcde這個東西啊 我把下面的table都做出來之後 我是把a跟bcde當做一組算一下 再來ab跟cde算一下 abc跟這個de算一下 所以這個1跟1在一起 2跟2在一起 3跟3在一起 然後這個4bcd abcd跟這個4這個1在一起 這四組 這四組從那下面這樣取出來 那比如說abcd怎麼算呢 換一個顏色 abcd怎麼算出來的呢 同樣是a跟這個bcd ab跟這個cd 這個a跟這個d出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小的三角形 那同樣的還有那個 這個地方這裡怎麼算出來的 是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這個跟這個 這個三角形這樣算出來的 然後建議這樣的table 所以好像一講就懂了嘛 因為很顯然是對的 好吧 可是我們現在就談說 這個很顯然該怎麼說 那同樣的 這麼做這也有一個cd 這個cd is something very complex 我就不把它寫出來了 其實我們今天談不到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更複雜一些 不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方式寫的 單純的寫的出來的 但是原則上類似 所以總之呢 現在也是有一個dc 有一個cd 然後他們應該得要滿足某些性質 才能夠讓這一個 某個top-down做法 跟某個很厲害的bop-down做法 其實是一樣的 這件事情建立得起來 那我們想要看看 所以我們今天怎麼談這件事 OK 然後 好 那麼那麼 好 我們剛剛談到了這個cd跟dc 這兩個函數 我們有一個性質沒有 有一個東西沒說到是說 我們待會兒會要求說 這個cd跟dc 它們都是natural transformation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簡單說來 natural transformation 非常技術性 非常操作性的說起來 natural transformation 可以把它想成說就是Haskell 或是function language 裡面的polymorphic函數 它在做事情的時候 它只看那一個input的形狀 不看它的 不看它的裡面的值是什麼 比如說 當merge source 在做切一半這個事情的時候 它沒有去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它就直接就 直接切一半 然後 那麼 在做兩兩合併的時候 它也沒有看說 這個是6這個是2 它沒有看這件事情 就直接兩兩合併而已 那這樣的函數會有一些好性質 那麼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但是啊 來 我們今天就來說說看 好 OK 我們就從這裡開始說說看說 好 那個 我們 先談談說 我們怎麼樣 specify一個 top-down algorithm 這該怎麼做 我們剛剛講的top-down algorithm 其實我們那個 有幾個更general的談 我們的top-down algorithm 該怎麼樣談呢 可以這麼說 一個top-down algorithm呢 它會是一個 L到某個b的函數 然後這個L剛才我們看到都是list 但是 in general不一定要是list 可以是 可以是任何data structure 只要它 只要我們能夠找到函數 滿足一些該滿足的性質就好了 然後呢 待會兒會用這麼一個notation 就是說 當我寫p 那個f 分號g 的時候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函數 它拿一個x進來 然後呢 把p apply到f上 看看說x滿不滿足p 如果滿足的話呢 那麼我做f of x 不然的話我做g of x 所以說其實說起來這個東西 它等於是函數層次的if then else 但是我有它的話可以好用很多 不過齁 這個函數層次的if then else 會有一個好性質喔 是說來 如果說p f g 然後我把它compose上一個h的話 就是說我先做h 然後再放到這個if then else裡面來 這個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啊 就是說來 其實我可以看看說 這個input在做過h 只有滿不滿足p 如果滿足的話 我把它拿來做f compose h 不然的話我做g compose h 有這麼一回事嗎 好像應該有 其實我跟你講 只有偷偷函數才有 然後如果說這裡面會有 不會terminate的東西的話 這個性質就沒有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們想要談簡單一點的語言的原因 因為語言簡單了這些好性質我才有 不然的話很多很多我想要的東西不成立 但總之呢這個東西我待會兒會用到 然後我先把它 待會兒就把它刪掉 來 我們的top down algorithm 長得像什麼樣子呢 來試一個 好我現在就先假設說有個函數叫做single 它用來判斷一個問題是不是已經夠小了 小到不用再分割了 然後啊 然後這個single的 這個函數single它的type是 al of a到boule 然後啊 如果說有這麼一個single的話呢 來top down是這樣子看說 好我看看這個input是不是已經夠小了 如果夠小的話呢 我有一個函數叫做extract 它把那一個夠小的只有一個a的那個al of a 裡面那個a給拿出來 然後我把它拿出來之後呢 然後就做一個叫做f的動作 這個f呀 好這邊這一個點是什麼 就是composition 然後是Tesco的這個composition Tesco顯成一個點 然後剛剛有些語言寫成像這樣子嗎 有些語言寫成這一類的 總之那一類的composition 然後 等一下下來 好然後呢 那麼這邊這一個f是什麼 f在這裡是一個 f在這邊是一個 從a到b的函數 他拿他做他處理那個base case 那此外啊 剛才有一個 我有一個decomposition嗎 就是說有一個dc dc是一個l of a 剛才都是拿一個l得到兩個l的函數 不過in general不一定要是兩個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說一個 會有那種l of a 到list of pair of list of a 的那種函數 所以不一定要是一個pair of list 那我們可以general一點說 好吧 那麼就讓它是一個 這個f 這個f又是一個buncter 然後 它用來看你是什麼問題 有的 剛才幾個簡單的例子都是pair 但不一定是pair 好 那個dc呢 有了dc之後啊 但我們看到複雜的case怎麼辦 我們就先做dc 然後呢 再來 得到 input是l of a 做完dc之後 得到一個f of l of a 然後我對那個每一個f呢 都recursively做top down 這樣子得到一個什麼 得到一個f of b 最後我要把那些b收回來 所以說有一個函數叫做g 它處理inductive的recursive的case 以merge store來講這個g就是那一個merge 然後碰到其他的問題可能是別的 然後這個g放在這裡 gcompose過來 g是一個從f of b到b的函數 它把下面的structure的每一個b都算出來 然後收回來變成一個b 你這樣就從la得到一個b了 這個是inductive case 然後整個合起來 這是我們的top-down algorithm 好 這是top-down 那bottom-up algorithm是什麼呢 那麼 好 我把這個搬到旁邊去 這些東西搬旁邊過來 然後我的bottom-up algorithm會是什麼樣子呢 根據剛剛講的會是說 那個通常我的input是一個r of a 然後其實我的bottom-up algorithm會是長這樣 就是說我不管怎麼樣 我都先給它做一個map f 這樣子得到一個 對不起 這樣得到一個list of b 然後再開始一層一層做上去 然後所以這個bottom-up algorithm會長得會像是這樣 會是一個b-u compose lf 然後這個b-u是lf這邊拿到一個list of a 然後我先全部管3c2c 我全部把它當成base case 先得到一個list of b 然後之後呢 再開始一層一層做上去收回一個b 所以說這邊的du會是一個 會是一個 du會是一個從lfb到b的函數 那它基本上啊就會是說 其實就是每一步我都把它拿來做什麼 都做剛才拿一個cd cd在這裡 cd我把它再寫在這裡 可以耶 這邊有dc這邊有cd cd是一個l of a到list of f of a的函數 它還是拿一個l 一個list 但是呢 把它兩兩 比如說emerge store來講 是兩兩合併 得到一個list of f of a 所以它們剛好有這樣子的對應 fl跟lf 然後cd拿來之後呢 然後做一個cd 所以input是l of b 我現在有l of f of b 那麼那麼我要最後怎麼樣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b呢 得到 對不起 那個我現在有一個l of f of b了 然後我要每一步對每一個f f of b都對它做 做什麼 做那一個g 每一個都對它做g l of g 這樣子得到一個l of b 這是一步 這是bottom up的一步 然後我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然後做很多很多步 這邊我可以用regular expression 做很多很多步 直到說剩下一個為止 剩下說如果是single的話就把它extract出來 不過齁 這個寫法不是很精確 如果精確寫的話其實應該是要這樣子寫 就是寫說來這個是 這個lgcd呢是bottom up的一步 然後呢來我每次看看說 同樣看看說是不是已經只剩下一個了 只剩下一個的話我就直接把它extract出來 不然的話呢我做那個bottom up的一步 一步做完之後呢再recursively再做bottom up上去 然後直到說sg成立為止 這個是我的bottom up algorithm 然後現在呢 兩個top down algorithm寫出來了 bottom up algorithm寫出來了 是這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要證明說他們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要證明說 證明這一個事情 證明這個 top down 要等於ducompoself 這個是我今天要證的性質 三分鐘嗎 不是五分鐘嗎 喔 OK 那麼這個看來是會做不完 但是喔 來通常這種事情怎麼做 那個就像做數學師一樣 然後喔 我把那個 我要證明兩個東西一樣 通常其實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是說 會是說 把比較複雜的那一個 弄成化解成比較簡單的那一個 然後 所以說 我從男的那一個開始 bulf 這 看起來是數 其實它是程式喔 它完全可以寫成hasco程式 只是要把notation換成hasco版的notation就好了 那我希望它最後會變成td 這個該怎麼弄 啊就猜定義嘛 來bu是什麼 bu是如果是single的話做x 然後啊 不然的話做bulgcd 變成 然後上面做一個lf 然後咧 剛才不是說這個lf可以分配進來嗎 來 sg 然後 等一下喔 我最後的目標是什麼啊 來來 回頭 這邊 拉 最後我要等於td td是什麼 td是 如果是single的話做f of ex 不然的話我做g of f of recursively做top down 然後啊 同時做dc 這個是 這個是td 然後呢 欸等一下 如果說齁 我上面這個東西 我有辦法 不知道怎麼弄 就很盡力的去弄它 我把它弄 想辦法把它弄成這樣子 f of ex 這邊都一樣 只有說這個地方是du.lf dc 只有這裡不一樣 然後呢 by induction 可以這麼做嗎 好 那個其實齁 這邊其實還稍微要用到些theory 不是總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呢 因為by induction說 根據那個歸納法 這邊我要證明的東西 不是 不就是說 不就是說要證明那個 這個 bulf 等於 td嗎 這就是我要證的東西 那剛好啊 這邊 bulf 對 剛好這邊 有了bulf 在這裡 等於那個td 然後所以把它換過來之後呢 再收一步 就收回來成為td了 那就證出來了 欸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這不是我要證的東西嗎 這牽涉了在其他的theory 那我今天再沒有辦法講 所以說齁 我只要想辦法 總之 我現在的目標是想辦法把這一個式子 變成這一個式子 然後之後呢 就可以收回來 而這個式子怎麼樣變成它呢 那麼又是一樣的 來 我再看看 這個地方 欸 來 剛才不是有講說 啊 這個lf可以分配進來呢 來 那個 所以說這裡變成sg compoself 然後 ex 這邊compose一個lf 分號 bu lg cd compose一個lf 然後呢 等等 啊 怎麼辦 欸 等等喔 那個sg是一個natural transformation 它是什麼 它看你的問題是不是夠小 比如說你的list是不是已經 已經是singleton了 那麼 一個list如果已經是singleton的話 我前面有沒有做這個mapf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東西它根本就只是sg而已 那這裡呢 這邊呢 這邊講說好 那個 這邊說 有一個list我把它全部都做f 再把唯一的那一個拿出來 這不就和 那其實不就和說我把那一個拿出來之後再對那個做f是一樣的嗎 那怎麼 欸 這是好消息喔 你看 我這裡 跟這裡 都出來了 最後呢 其實我現在還要把這一段變成這一段 但是呢 應該就來不及講了 然後喔 要把這一段 其實他們相等做 簡單的說一下就是說 會有一個重要的性質是說 這邊是把一個top-down algorithm變成一個bottom-up algorithm 然後所以它的 我要做歸納證明 一定要談那個 那至少一個top-down的一步 可以變成一個bottom-up的一步 那個一步相等這個事情怎麼談呢 其實最後其實是 寫出來其實是這樣的一個性質是說 來這個是top-down的一步 然後做 就是說呢 我把一個問題 用decompose分割成數個 這邊去做bottom-up 但是呢 但是用g收回來 這個是bottom-up top-down的一步 它會等於bottom-up的一步 這個東西一樣 這個性質要另外證 而且它是真正難證的東西 但這個證出來之後呢 在這裡會用到它 而在這裡面就需要用到dc跟dc 它必須要有些關係才能夠成立 所以說剛剛這個很難的這個東西說 它為什麼會對呢 因為這個dc跟這個cd 不是亂寫的 會需要有些性質讓它成立 然後在這個地方就會 在這裡就會 我們就會發現那一個 使得它們能夠成立的性質 OK 但是這些細節無法說 所以總之今天我們想要談 我們剛剛做了什麼事呢 我們談著說 in general 如何把一個top-down的algorithm 變成button-up的algorithm 然後呢 做這個轉換 有些好處是說 可能我們可以省一些空間 其實這就是大家常常談的dynamic programming 可是我們演算法術沒有在教你說 但它為什麼會對 都是直接講對 好像就會對了 那麼 可是在那個有一個語言描述它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它描述的精確 然後同時呢 我們可以證明它為什麼會對 然後在做這個證明的過程 發現使得它能夠對的性質 而這些數學式呢 其實它都是實實在在的程式 都是可以run的程式 那這個是我覺得 one-functional programming好玩的地方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聽到這個點 好 好 那我們開放一個問題好了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想問 要去吃午飯 有嗎 有嗎 沒有的話 那 欸 有欸 謝謝你 我想請問 就是 依老師的經驗 通常會將程式看作數學 喂 是 喂 喂 喂 有 有聽到的樣子 程式的哪些部分不像數學 其實要看說你講的數學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的習慣 我現在習慣的思考 都已經是被訓練成這樣子了 所以我會這樣子去想它 我會把程式想成數學 但我覺得可以 這可以從幾個層次去回答 一個是說 那個 當我們是 當我們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比如寫top down是什麼 button up是什麼的時候啊 其實 他們 他們都 只有 這個式子本身 並沒有談到效率的問題 所以說 他們都只是函數 然後 其實 我們證明函數相等 可是其實 並沒有談說 欸 這個東西又比這個快喔 並沒有說到這件事 那通常那個 對於效率的分析 會需要另外來做 那所以 但其實分析效率其實也是 也是數學啦 所以 我覺得可以這樣講的是說 那個 就是 我們在做這些 reasoning的時候 我們常常是把 函數相等這個事情 先去建立它 然後之後呢 再去談效率的事 所以其實 我 導致說我們會需要 習慣一個事情是說 其實不要太去 一開始太著急效率這件事 不然的話 很多很多中間的演算 你都不敢做 這是一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回答是說 我在做這些計算的時候啊 對 其實我剛剛沒有講到說 那個 做這些計算的時候 好像我會把它想成說 其實 我為什麼要把它變成它呢 其實好像都是有在觀察那個式子 所以其實 我沒有在想這個程式怎麼執行這件事 我只有在想著說 我要把這個式子變成這個式子 那中間怎麼轉 這個是好像這個是很數學的思考 那這次我也覺得是說 在教這類東西的人 他會比較強調說 這就是把程式想成數學的好處 因為我可以暫時忘記程式怎麼run這件事 程式意思是什麼 我只是在談 我好像只是在談這個分配率 然後我只是要把一個式子變成一個式子 然後我在觀察說 如果我要把它變成它的時候 要搬哪些項才能夠做到這件事 那麼 那這個給我另外一個工具 讓我能夠 比較抽象地思考 這個程式可以怎麼做出來 那 所以我會好像裝得說 我好像沒有在想說 這個程式實際上是怎麼run 但其實那個 這都是很順利的情況 那真正我在那個想 真正我在想 我怎麼把它變過來的時候 當我卡住的時候 我還是會去想說 我還是會開始去畫 開始去那個 去丟資料進來runrun看 然後 開始去把當成程式來run 然後最後抓到一些直覺之後呢 然後我再 開始回來做數學運算 所以說 那時候 有些時候當我做運算卡住的時候 我會需要再把這些數學士 回頭來想成說 他們其實真的是程式喔 所以 這裡面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 那 這樣子來給我一些提示說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去處理它 那 這個是 這兩種view 有時候是要這樣子切換的 那就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 謝謝你 這個麥克風真的沒聲音 嗯 我現在想要這個 對啊 你可以笑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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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個是我的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好 好 知物找你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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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下一場是 由Danny 來講 closure conversion 是一個比較技術的議題 那大家來幫大家掌聲歡迎一下Danny吧 哈囉 我是Danny 那 今天來講這個必保轉換是因為 雖然說函數式語言裡面有很多議題 就是或者說整個程式語言的角度來看 那我會覺得說 Functional的對我來說最核心的還是函數可以被當成值這件事情 那 有這麼一個事情的話 就可以寫出像這樣的函數 也就是說 我們 第一個 macader這個函數 它會回傳一個函數 這件事 那 裡面的函數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它用到了外面的變數 那 這個變數要怎麼拿到呢 就 從C語言的角度來看 就 我們直接寫成C語言的版本 我們就會意識到說 其實我們不知道這個N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 這不單純只是一個語法的問題 就是說 今天就算我們把它變成說 嗯 就是我們可以在裡面宣告一個函數 那 這邊的N是什麼呢 那 讓我們假設它是 它在函數裡面的Stake的位置 那 我們會發現說 macader一return 這N的位置就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 這樣子 就是還是不行 那我們再來就會想到說 有什麼東西可能活得比Stake好久 那 比如說 GrobalVariable 所以 我們這邊 macader會去set這個GrobalVariable 然後 edder會再去引用它 那 這乍一看之下 就是簡單的情況是對的 但是 一旦我們 變換了順序 就會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 GrobalVariable只有一個 可是我們可能想要 mac很多edder 那 這是因為它 就只有一個 所以 你可以認為說 這是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儲存它的環境 就只有N1 那 所以 再來我們就會想到說 除了Stake 然後 除了GrobalVariable 那還可以增長 然後 又生命週期是 由我們自己控制的位置 就只有Heap 所以 一般來說 一個culture在 C語言這樣的model裡面 會可能會寫成這樣子 那 這個expression 是因為 這個expression t是因為 就是我們也不確定 我們的語言到底需要什麼 所以 我們等一下會展示 就是不一樣的 各種encoding的方式 那 他呼叫的時候 就變成 就是要把FunctionPointer取出來 然後 額外加上 他本來自己含帶著的environment 那這邊 FunctionPointer沒有做轉型 所以 他其實也是假的程式 這樣 那再來 就是 談到說 他的變換的內容是怎麼做 那 他首先是 我們用JavaScript來看 就是 MechEder 他這個韓式 他會首先去問自己的body 說 free variable有什麼 那什麼叫做 自由變數 就是free variable呢 那就是說 那就是說 take m的這個函數裡面 他總共有n 然後 加跟m 三個自由變數 那因為我們知道 加號是我們的primitive 所以 他會被排除 首先被排除 所以他會回報n跟m 那往上到了 這個函數的參數的位置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m是自己的參數 所以他也被排除掉 所以在這邊 這個綠色的括號裡面 就是唯一的自由變數 就是橘色框框起來的這個部分 那到mechEder本身呢 他就會發現說 已經沒有任何自由變數了 所以 所以 在轉換的時候 就是 你要在韓式的整個syntax後面 就是 參數列表插入一個叫environment的參數 然後 因為我們這邊用 JavaScript的array編碼 所以他就是 直接去參考 就是他在environment裡面 我們預先講好要放的位置 那 自由變數的部分 就被提取到這個closure的第二個部分 所以 我們這個closure 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array 那 就 為了簡化我們 轉換 韓式呼叫的部分 所以 就算沒有自由變數 我們也做了closure的轉換 那結果就會 類似像這樣 所以這段JavaScript的程式碼 是可以運作的 那今天的目標是 JavaScript的這段程式碼 可以對應到右邊的scheme的call 那這其實只是一個 類似scheme的語言 所以他也不完全scheme 然後 整個MacAdder大概會長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會 然後再來是 函數呼叫的部分 那他就是把 函數 然後括號 參數的寫法 變成 引述的寫法 變成說是 括號 引述 這是Lisp的風格 然後 然後 這MacAdder會有一個 縮寫的形式 長這樣子 他可能會叫 Defined Procedure Form 之類的 那所以最後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編譯的目標 所以現在就是寫程式 然後轉過來 那 一開始 我們會有一個 Primitive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可以定義說一些 語言 我們可以定義一個語言 然後 Symbol 就是 用來表示變數 那我們會有 我們也會有 Number 就是數字 然後跟Primitive 是這些 這些特殊的變數 這樣 然後 Expression裡面可以定義一些東西 然後 我們 最重要的是 這是第一個語言 所以叫L0 我們可以定義另一個語言 叫L1 它會擴展它 然後 之後我們把 剛剛講的 Defined Procedure Form拿掉 所以它就會是 像JavaScript的話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這個common拿開 那 我先寫一下 所以它的轉換就會長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這邊用兩個中括號來表示 就是 繼續套用Transformation 就是這個T 那它在 NanoPass這個框架裡面 就只需要再加一個括號 就好 那它自己是 說這個功能 叫Catamorphism 雖然有點奇怪 那我們可以繼續 按照這個想法 我們就繼續擴展L1 然後我們把它變L2 那我們這次要做的事情 是 我們把 Body包起來 就是我們把它從 可以有多個Body 變成只有一個Body 那它用到的會是 Begin 這個形式 所以這邊有 預先把Begin的Web寫起來 所以它 做的事情就 蠻容易的 它就只是說 跳脫 然後 Web 起來 這邊可以執行一下 就可能就會看到說 就是 它已經有一些轉換的結果 那我們先把這東西拉到旁邊 那再來是 我們要按照剛剛講的方法 去找出 就是一個Expression裡面的 自由變數有哪些 那 這個Case可以先拿掉 我們可以先看 一個Primitive一定不是 所以它回傳的 回報的一定是空的 那一個自然 一個數字也不是 所以它也回報一個空的 那如果是變數的話 我們就把它 就是回傳出去 那它應該還會 就是開始講說 有哪些東西是缺失的 那這邊 呃 我們首先會想要 就是 移除掉 set to list 就是這些 然後 然後 是從 8-10的 free variables裡面移除 然後 1應該會有很多 所以我們會 map free variables 然後 1上去 那 最後再把它 就是 丟進同一個list 然後 我們用 apply set union 就可以把它全部 組合在一起 那它再來會說 少了 lambda font 所以 這時候 我們可以把 這一段 直接接過來就好 因為它是一樣的東西 那再來會 它再來爆的是 沒有begin 所以我們就把 begin拿出來 處理 那這一段呢 就會是 一樣是 apply 然後 oh sorry set union 就是把集合 就是接在一起 那 這邊會用 map 把free variables 就是繼續套上去 那 我們可能會用 append 把多個body 跟 可能在後面的body 連在一起 然後 再來是 define 那它就是 把 單純的把 1丟出去 那 這是因為其實我們沒有用到define 那 再來是 最後應該是 函數呼叫的形式 那它應該會跟這個沒有什麼差別 只是說 它這裡會變成 接 這個而已 那它到這邊 free variables就完成了 那 再來是我們需要用到它的地方 那就是說 我們的 那麼 需要多一個 參數 它會叫做 environment 然後我們會把它包裝在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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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r裡面 那第二個 pair 會是一個 vector 然後 它應該會是 把free variables 拿出來 那這邊還沒有定義 free variables 所以它的 它的 檢查方式就是把 函數體丟進去 那 body 還沒有做 處理 它其實是需要把裡面的自由變數 換掉 我先 就是 如果 到這 欸 等一下 線路 欸 我寫一下 我寫了什麼東西 share subscribe subscribe body oh sorry 這一切反 所以 這兩端 那它現在應該會產出一些程式 那它這邊 你可以看到說 Lamda裡面的 加nm還是 還是 加nm 那我們會想要把body裡面進行 就是 這些free variables 替換掉 那它的寫法就是 body 然後跟free variables free variables 那 nanopax會去找說 任何是屬於free variables的變數 那就是通過這個gal的完成 那這時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改成 就是reference到environment 然後這時候應該會想要算說 它到底在這個free variables裡面 就是x的位置在哪裡 那這時候再轉換應該就會看到說 它已經n變成vectorreef了 那再來就是呼叫的部分 那primitive的情況當然是 我們就是直接原封不動的丟回去 所以它就不會被碰到 那expression的部分 簡單來想的話 我們可能會認為說 我們先把care 拿出來 然後我們再拿cdre 然後再把參數 就是丟出來 那這 乍看之下是對的 但是你會發現說 我們把這邊放大 這一段程式碼跟這一段程式碼是重複的 那在 agr求職的裡面 求職的語言裡面這件事情就很嚴重 所以 我們實際上是會build一個letter 然後讓它是一個closure 所以 然後把 函數的部分 就是 先丟過去 那 這樣子的轉換結果 就是 就如預期了 那 這 這只是 就是 這只是把free variables拿掉而已 所以我們可能會更好奇的是說 我們要怎麼讓它就是 我們怎麼證明它真的可以編譯到c語言的模型呢 那 這邊就是 我先跑一下clean一下 然後run 那 這邊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run了compile rkt 然後它會dump到llvm 然後它編譯之後 它的答案是如預期的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打開 就是 compilerkt 那 那 它這邊的做法還蠻簡單 就是第一個是 我們所有的lambda都 就是 改成lambda leaf 這個形式 那 這做的事情就是說 給它一個臨時的名稱 那 這臨時的名稱 這邊是run time 的部分 所以可以 就是先 簡單跳過去 那 compilelambda就是下一步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先做 lambda 我們先做closure conversion 這就是從剛剛prepare拿過來的函式 然後 再做leaf 再做compilelambda 然後最後才把整個expression丟進去min function 那 回到 就是compilelambda 它就是 它剛那個leaf的name 就會變成我們用來在llvm裡面add function的名字 然後 然後 我們build 就是 我們這邊都是llvm常見的 操作而已 那 再來 就是 我們會有一個環境 用來追蹤我們的變數 那我們會先把 我們這個環境先填滿 我們lambda裡面的參數 然後 就開始build它唯一的body 內容 然後原封不動的把這lambda leaf 回傳回去 那 這樣子做的話呢 我們這邊compile的時候 就是 那最後就是 到 就是build整個expression 那就會掉用到這個compilewidth 然後這個compilewidth 它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拿到一個 就是 環境 那這邊可以看到它其實也是回傳 就是 一個 一個函數 就是它自己也是一個corder 然後 它 這邊第一個case很簡單 就是 如果它是變數 那就是直接從 環境裡面去拿出來 那如果它是一個 呃 它是一個 Number的話 我們是 只處理integer 所以我們就把它compile成integer 那Primitive的情況就是 你可以看到說 它就有加減乘除 那這邊加用folder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 呃 就算這裡面寫說 加1nm好了 那它 就是 它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那 就是 那 那 除了這之外 就是 conc car cdr 然後 到 vector 跟 net vector 其實都是rong time特別準備好的情況 那我們會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去integer 所以等一下會看到 那這邊 假設它 是一個普通的函數糊叫呢 它就會直接假設說 呃 就是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把 就是 呃 我們 一 這個東西compile出來 會拿到f 然後 我們會把它轉回 就是 從integer 強制轉回成pointer 然後 就呼叫它 呃 然後 如果是begin 就多個的話 那它就是 呃 就繼續套用compile expression而已 那define的話 它會去更新environment 然後 lambda leaf的情況就是 剛剛用到的地方就在這裡 就是我們這邊就可以從剛剛add進去的function裡面 用get name function 把那個 leaf的lambda拿回來 所以我們剛剛 就是compilelambda的時候 會把整個form都原封不動的傳回來 就只是為了這件事 然後 呃 let的話 就是它就有一個自己內部的 更新的環境 然後 剩下來的情況就是 我們 假定不會遇到 那它的 就是 用這一 就是 這一段程式嘛 就是可以看到說 因為 LVN原則上 就只是一個 不那麼標準的C語言 那我們就可以證明說 只要我們把free variable 真的從韓式裡面移除 然後轉換成另一個 等價的形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確定說 我們可以把它編譯到 就是 C語言這樣的model 那當然它其實沒有怎麼考慮到效率的部分 所以這可能也 就是這不是 確實不是最好的壓縮的形式 然後我也沒有做 就是動態的型別檢查 所以 那回到這邊的話 就是 那這是我的 那個github 然後 就是 如果有人去找那個Costcap 的2022 應該就可以看得到整段程式嘛 大概就是這樣 那 那 那個 有沒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現場開放提問 有嗎 Slide有問題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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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我沒有 沒有的話 有嗎 沒有的話 沒有 怎麼了 那個 為什麼 我沒有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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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 summarize一下的話,你現在做的事情是說,我們假設一個沒有closure的語言 所以說其實你現在是要把有closure的語言把它compile成那一個 對對對,如果目標是沒有closure的情況之下 對,然後因此你這邊用到的record功能有什麼呢? 似乎說你能夠把program當成text 然後你可以去算一個程式的free variable 但是我應該要問一下,就是說當我現在有了一個要被轉換的record程式 那其實它是先被轉換成一個比較簡單的record程式,然後再被compile成LVM嗎? 噢,這邊的情況其實是,這是NanoPath裡面的一個language 那這個language,它在... 嗯?我走錯地方了嗎? 等一下,我先執行一下 噢,等一下,我找到了 在這裡,就是我們可以為一個語言define一個passer 那它會預設生產一個為X-expression準備的passer 所以它這個macro就是內部做的事情就是這個 可以說它definepasser是在做什麼嗎? 呃,就是它definepasser是根據我們上面這邊,就是language裡面的定義 那就是可以看到說,就是... 呃... 就是它是根據這個定義,然後... 然後預設的entry叫做expression,所以我們沒有寫entryexpression 然後它會從這個entry進去之後,然後就是生成一個... 就是因為它是X表達式嘛,所以它其實只需要對它內部的一些性質 就是...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primitive就是我們額外丟給它的 那...number其實就是從...也是從requis出來,就是問說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number 那symbol就是問說這東西是不是一個symbol 所以你可以額外加一些你自己判斷說是什麼的東西,變成你的語言的terminals 謝謝 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的話...那我們就謝謝Danny 掌聲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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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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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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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